還敢寫CG來問 你才是廢物 我總說感謝眾口味的粉絲們 真的非常擔心我那個鴨子的世界 沒錯 對 然後 那現在結局到底如何呢 因為他剛好在 他剛好那集錄完之後 他真的就來台灣來找我 然後 他跟我朋友吃飯的時候 我也沒有刻意要講 突然就一個想到 然後 我朋友就現場就是神助攻 他們就 他們就 真的 我們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 他們就直接一直攻擊那女的 說那女的就是星際的那種什麼 這後來 呃就 在場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到他一個同事 然後 真的有遇過這樣的女生 然後 因為那女生後來得幫那男的 然後就是 真的就瞎說 就跟上集報告說 那個男的就性騷擾我 可是那男的根本就沒有 他回去嚇了 把所有的 鴨太平洋 丟掉了 鴨太平洋 恭喜 感謝朋友神助攻 神助攻 他那個姓騷擾我 故說本來是跟他講過 但是你知道有時候 最親密的人講的話 他們不見得會 不相識 對 不過是人長的才見一相識 對 很好很好 所以以後 我們任何問題我們就是 當那個神助攻 不相識 對 就是你 譬如說 譬如說你的力情辦事要什麼時候 我們就當那個 神助攻那個人就好了 對 所以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麼擔心我 但目前 還沒分手 因為他前面 他前面 他前面說 怎樣 你要分手了嗎 超沒禮貌的 沒禮貌到幾點嗎 你們都該分手 好可怕 怨念好深 好 知笑開場 歡迎大家收看 但今天的鬆口會開房間 今天問題是哪一篇 嗯 好 第一題 新竹縣的陳姐 她說她最近這個月才開始接觸鬆口會開房間 用很短的時間把每一集都看完 發現 她愛上祭祀好了 然後她發現愛上祭祀之後 她看到小賴 跟祭祀有親密接觸的時候 常常有一種 原體火災的感覺 有憤怒感 她說她自己本身原本是喜歡小賴的粉絲 但是她想要問 她現在已經陷入這個黃金的三角關係 要怎麼調節 她叫什麼名字 黃金的三角 她叫什麼名字 陳姐 她完全把我 把我牌子在賽 哇 她不care在那裡表姐 她不care 她只是說 好 那你看我們三個人三角關係 你要怎麼幫她們調節 這是什麼的 陳姐 你燙死吧 她立刻退頂 立刻退頂 人體火災 我看 我覺得 如何撇除這個黃 你看 你真的只能退頂 怎麼自身黃金的三角 你竟然認可黃金的三角關係 你認可了 不是 因為我覺得她這樣狀況 沒辦法解決啊 你只能退頂 你就是少看 你的那個漸漸 你去找一個新的隊 你可以去看一下FooJ234 你推薦 還好解決 對啊 氣死你 或是這群人的頻道 你就去先愛他們其中一個 再回來訂閱我們 對 然後你先愛上別人 對 然後你再 你就可以心平氣和地 辯對你們的三角關係 你知道嗎 就解除了 就解除 對 對 對 就解除了 因為這個三角關係 不見在 你根本不認識的人身上 你根本不在 你根本不在這裡 沒有 他可能也希望 你不要吃他豆腐啊 他也沒有 沒辦法 沒辦法 那這樣可以吧 就是先退頂去愛 但我好奇 那你知道 他的另外一半時候 你心情怎麼樣 你是死 他已經死會了 我想問真的有人會因為 就不認識的人 比如你喜歡那個人 但你也不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不會 但蠻多人會的 我覺得有可能 有一個狀態 是因為他可能 近期很密集 一直在看你的影片 他好像覺得 他真的就愛上你了 有點像我們看某些劇 然後看得很入眠的時候 對 像我愛上書之前 我也是在愛上啊 我也沒有在開玩笑 對啊 你為什麼不接話 不然你看 你看他是不是在 跟別人的女明星 對呀 氣爆啊 你會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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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很 沒有到生氣 是傷心 他生氣 蘇姓根本他媽的不行 對啊 對啊 所以你這麼生氣 你要講 但他告訴你 知道啊 因為他要寫信來 所以你們知道 差別是因為 他沒有辦法聯絡到蘇姓 對 其實我們沒有蘇姓姓 信箱嘛 不然他也會急啊 對啊 我們不在乎 沒有沒辦法 因為你不生氣 我們就不碰彼此啊 難道我們聊天 我們要這樣 沒有 他就先退地 先去愛上 隨便 米克 隨便 米克 你的 霧星什麼的 你的霧星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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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帥的 他也要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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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霧星 一直推薦 對呀 或是橘胎不滴 你推薦 你推薦 然後你就可以心平氣和地 訂閱我們頻道 謝謝你 不知道我的粉絲 一直寄情在我們身上 對啊 對 你們粉絲上是個T 不是你愛上你嗎 對啊 然後這是男生對不對 圓靈好像是男生 誰 圓靈是誰 陳潔啦 陳潔彰化啦 圓靈是彰化啦 對啊 你沒有去刺 你是新竹啦 對啊 去死啊 下一題 換下一題 好 下一題的話是台南的阿信 他執迷要給小賴 他說 他女朋友最近一直吵著說 要買iPhone X Max 而且說要加頂規的耳機 如果不送他的話就要分手 但他去年我已經送他iPhone X了 我真的很愛他 我該怎麼辦 分啦 他按你的錢而已啦 還在問我這個問題 好 女朋友要的嗎 女朋友要的 要頂規的耳機 什麼叫頂規的耳機 就是頂規格 你們有分喔 頂什麼規啊 吃他規 他真的這麼不行 這女生很不OK 而且他已經大膽到直接要 是不是你對他太好 要什麼 我跟你講一個案例 因為我的一個男生好朋友 他也遇到女朋友 就是生日的時候 要台幣5萬塊以上的包 他開出來 5萬塊以上 或是飾品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都是5萬塊以上 但他就是沒有這些錢 他說他預算就是台幣兩萬 我覺得台幣兩萬也很多 很多耶 我會覺得超多的 你用心的 你這樣機票就已經非常好了 對啊 最近有拿到是不是啊 對啊 你的是機票是不是 我說希望 對 人家在呼籲 你連機票都付不出來 你看這個機票都付不出來 你看這個機票很貴嗎 美國的耶 這個機票就會陳傑幫你買 我跟你說 我不要 等一下 陳傑花美國機票 你跟他一對一 你趕去嗎 我不要 加上一個月吃住的費用 扣菜已經有 比較那個了 等你 你可以啊 我 他是生氣我的 對啊 他是你的粉絲 以前 哈哈哈哈 一滴一滴 對 那你的故事還有沒有講嗎 然後後來 但是 因為我發現會問這個問題 他們其實真的很想買 嗯 他們真的很 所以他們 就會開始想一些推路說 譬如說 頂規變成 普通規 或者是 對 也不需要那麼好的 對對 他 因為我們 我們是旁觀的時候 我們一定馬上說分啊 這女生就按你的錢 可是他 他們會問其實他們沒有分 所以 那男的孩子就是跟我罵一輪之後 然後他說 媽媽 老子 兄弟就說 這女的 只要你的錢分啊 結果到最後說 就是 丹尼啊 那那 你說 你們有兩萬塊預算的那個 東西 名牌可以買 我就說 好 那我帶你去買迪奧的飾品 嗯 然後 去買迪奧飾品 然後他就 就花了兩萬塊以內 然後 他 他就真的就 他就也不管那五萬塊 他就真的送到兩萬塊 然後 因為 他 他也沒有跟他講價錢 然後 但是那女生一定會上網查價錢 所以他就不管他就這樣 會上網查價錢 女生很愛 真的 上網查蠻粉的 為什麼上網查 那他全 我送你那個皮帶 你們不是也有上網查 真的 欸你這個人 女生都很愛穿 而且你皮帶超貴的 我沒有上網查 因為那是歪三的啦 我沒有查 沒有那是我單純想知道那段 查查 我又沒說到 被你逃過一千 他剛剛 他剛剛想說 奇怪 好像有貌 我沒有查 對是他查 我是他查 因為我聽到歪三 我就不用查 我就說 欸我現在說要歪五 歪五 歪五 我再查一下 不是你來講 是不牌還是不牌 對是不牌 然後 他就真的說 但是他想說 就靠這個測試 他女朋友會不會高興的收 他女朋友真的高興的收 所以他 他就等於把 他就省了 他在他的邏輯裡面 他省了三萬 但是他還是沒有 他還是保有這段愛情 所以你 如果你真的不想分的話 你可以 降龜送東西 嗯 對 可是他都說頂規 你知道頂規有什麼配備啊 所以他就是 你可以硬買一個 不是iPhone什麼 他是剛剛講什麼 哪一支啊 10X Max 但他現在用的是 那你可以買那個什麼 他已經用10X Max 對啊 通常都是隔兩年 沒有 他是每年生日送的嗎 去年已經送了 是生日嗎 這次又是生日 就隔一年 那請問 你女友送你什麼 我好奇 如果他送你 比如說很爛的東西 Y3的皮在 他沒有 對 他很好好不好 對 他沒有資格再跟你要任何東西 但我們當然是這麼覺得 可是我覺得他 他剛不是後面嫁下去 可是我真的很愛他 愛他 我最近就有聽到 我男生朋友有抱怨說 有些女生 就他們在認識女生的觀念 他們覺得有些女生的觀念是 他覺得男生賺的錢是養家活口 女生賺的錢是自己的零用錢 這種概念 然後送禮好像都會很直接跟男生一樣 剛剛聽完 剛剛聽完覺得蠻吸引人的 哈哈哈哈 男生養家活 蠻吸引我的 對啊 我這個女生很不OK 但是因為你很愛他的話 所以我們就給你一個方法 就是你就買一個不是那麼貴的 大概除以二的價錢 然後送他 如果他翻臉的話 那你這段愛情 你就可以很明確知道他一定要沒錢 那還是可以做什麼事 讓他把他逼出來 他 怎麼知道女友是愛錢還是愛他 沒有你就送他撿一下 不是啊 這不用逼啊 他都已經開口了 我要領歸不然我要給你分手 這不就不用逼 這是非常明確的宣言欸 對啊 這個很明確的宣言 而且我覺得會拿禮物講到分手 我覺得很不OK 因為如果像他要禮物 他沒有講到分手 我覺得就算 就太好 但如果他說如果你不送我就分手 這句話我秒分手 這句話有點不OK 他是威脅 這女的真的長得像郭雪芙都OK 因為就算不給禮物 也不應該是講我要分手 你們的愛情怎麼可以進入在一隻手機上 我覺得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他平常對那個女生太好了 與趣與求 他都說OKOKOK 因為去年就送iPhone X iPhone X那個時候就是最高階 對啊 只是最近又剛好又出了 他還又在一起 他已經跟他們有很多辦法 對啊 10的心肝是無關 那這女的就是為了 每一年他生日一直在經營你們 那為什麼不自己買啊 因為他就要等到生日 對阿 但是因為他是謂愛他啦 雖然我不知道你品味怎麼那麼差 但是你就先 如果你真的要測試的話 你就送一個沒有那麼貴的 對 你先是記憶 看你跟剛剛那支 10 Max 我之間是什麼 沒有啦 他只差一個 我剛才我教你 我教你 你先把頂貴的錢先存著 然後你先買一個普通的送 你看看他怎麼講 如果他都大翻耶 你直接分手 然後說欸 我其實有頂貴的錢 但我看信任 喔 那普通的手機的品牌推薦 華為 華為 華為也挺貴阿 OPPO 小米 天啊如果你送到OPPO 我覺得他應該會翻臉 一定會 那OPPO不是女生很愛拍照嗎 沒有 我是不是女生 拍照手機跟拿出去的一樣不同台 蛤 很多女生 反正就這樣 反正說講話 你送年來的話 結果送慢五包 而且蠻可愛的 如果你女朋友 是去年送你一台冰飾 那你就得送他 他只要一個頂規 絕對很好人 對啊如果他送你一台世界會很保證 絕對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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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都沒送你 他要頂規 而且如果真的不送 他已經送賓士了 結果後來你連iPhone XS Max 你才是廢物 哈哈哈哈 兩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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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敢寫CG來問 真的 我們真的很愛賓士 其實賓士聽好多次喔 Mercedes 對不是 用什麼英文 然後問你以為 你以為我不會 不是奧迪 對啊奧迪嘛奧迪 好我們下次見囉 Bye Bye